本音频由东方神剑号制作 第1075章大醉 少废话 喝酒 李延欣把自己灌了大半瓶的酒递到了叶浩轩的跟前 争着微微有些迷醉的美眸死死的盯着他 这 叶浩轩苦笑一声 接过他手中的酒 仰头喝了一口 酒瓶上还有自留着他唇边的清香 不一会二 五六瓶白酒已经丢在了地上 在这期间叶浩轩只是看着他喝酒 自己并没有喝多少 低估了这个女人的酒量了 虽然他喝了这么多酒双眼有些迷醉 但是他还有继续下去的趋势 渐渐的 李延欣的海量引起了这里的时刻的注意 众人惊讶的看到一个漂亮的不像话的女人 正在一瓶一瓶的灌这酒 妹子 你要是能把这些酒喝完 今天的单 我帮你买了 一个人送上来一箱二锅头 李延欣一言不发 打开一瓶 一仰头就是半瓶进了肚子里 片刻 那一箱二锅头竟然真的见底了 叶浩轩清楚李延欣身具神通 这些酒虽然烈 但是暂时还伤不了他的胃 而且 他心里对李延欣产生一丝愧疚 他一直在一边默默的不说话 好 海量啊 一边的人轰然叫好 李延欣的酒量 让在场的大多数自称酒鬼的人自愧不如 都嚷嚷什么 滚一边去 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恶声恶气的声音传来 同时 一个穿桌吊坐锱铛 脖子上纹着纹身的大汉 在两个黄毛的陪同下走了过来 这大汉脸上还留着一条刀疤 附近的人都知道他是这里的地下 势力的老大八哥 他这一嗓子一吼 其他的人都躲在一边默不作声了 八哥你来了 呵呵 来这边坐坐吧 我给你捎几道 你平时最爱吃的 大排档的老板陪着笑走了上来 一边去 一个黄毛一把推开他 八哥静止走到了李延欣所在的桌子上 拖了一张板凳坐了下来 然后笑咪咪的说妹子 怎么自己喝上了 多没意思 要不哥陪陪你 你想来泡我吧 李延欣放下酒瓶 有些迷醉的一笑 他迷离的双眼 以及微红的双甲显得格外的迷人 看得八哥和那两个小弟眼前一亮 一个黄毛福到八哥的耳边说 八哥 这女的是个极品啊 可不能放过 一边去 老子用你娇 八哥甩了那小弟一巴掌 然后又挤出一丝笑意 妹子是个直爽人啊 哥哥喜欢的就是你这种性格的 这点小意思 就当是见面礼吧 八哥说 这从脖子上扯下一根 足足有小拇指粗的金链子 丢到了李延欣的跟前 这根链子足足有半斤重 看来这货是个土豪啊 李延欣看都不看这根链子一眼 他咯咯一笑 把跟前剩下的几瓶酒都推了过去 说把这些酒喝光了 我随便你摆什么姿势 哈哈 妹子在开玩笑吧 酒一会儿再喝 咱们先出去玩玩 在床上谈谈人生理想 八哥哈哈大笑 姓叶的 你心里到底有没有我 你没有看到有人在泡我吗 你不表示表示 李延欣盯着叶浩轩叫道 他现在已经有了八分醉意 做事根本不计后果 他就是要让叶浩轩心里过意不去 叶浩轩苦笑这摇摇头 他站起来道 现在 三秒钟内 马上消失 我操 你谁啊 一鸣黄毛嚣张地走上前 只是他的话 没有说完 就觉得小副处像 是遭到一块大石头重击一样的疼痛 紧接着他的身体飘了起来 再然后就失去了意识 确实叶浩轩一声不响地走上前 一拳把他砸飞 让他直接飞出五六米远 顺道把一张桌子上 吃着烤活鱼的炭锅给撞翻 一群人一件事情闹开了 马上不声不响地站起来 结了账就走了 周边的人也是一样 在这种地方像这种打架的事情 已经很常见了 他们结了账就离开 胆大的则是站到安全地带看热闹 叶浩轩顺手 又把另外一人放翻 然后淡淡地说还有两秒 兄弟 你混哪里的 八哥的脸沉了下来 叶浩轩一出手就放倒了两名手下 这表明他的战斗力非常强悍 他不得不小心应付 在这之前 他要先弄清楚 这祸是不是其他地下势力的人 啪 八哥的脸上重重地挨了一耳光 叶浩轩这一巴掌抽得丝毫不留情 一巴掌把他身体抽飞了起来 八哥倒在地上 吐了几口血水 刚才这一巴掌 至少抽飞了他半嘴牙 严心 我们走吧 你喝的也不少了 叶浩轩心情不算太好 所以 根本不想跟那些人废话 这年头 讲道理是没用的 关键是你的拳头要硬 行 你们两个等着 八哥在这一带有势力 见对方根本没有把他当人看 凶性灯石被击了起来 这一巴掌可不能白挨 他坐起来 摸出手机就打电话 不走 还没喝够呢 李延兴摇摇头 然后向那刀疤一直到 这小子还没有屈服 你在敷衍我是吧 我受了委屈 你都不帮我报仇 你还说 你心里有我 叶浩轩哭笑不得 他清楚 李延兴醉了 这女人心情也不好 所以 就借机发挥 不过今天不让他满意 恐怕是真的走不了了 他干脆坐了下来 等这八哥叫救兵 五分钟不到 一群摩托的轰鸣 声传了过来 黑压压的一群人 手里拿着钢管 棒球棍 砍刀等东西冲了过来 一边走一边喝骂着 让围观的人滚开 一看事情闹大了 围观的人马上跑得远远的 但爱热闹是华夏人的天性 即使是现在要泻斗了 他们仍然不设得离开 只是跑得更远了一点 继续观看 八哥 你没事吧 几个人连忙把伴坐在地上的八哥 扶了起来 把那小子 砍成肉酱 八哥向叶浩轩一指 听到不 消了那小子 一群人像永水一样的向叶浩轩涌来 手里五花八门的家伙 就向叶浩轩招呼了过去 叶浩轩猛的站起来 抄起手中的板凳 砸飞了两个 然后向前快速地助跑几步 一跃而起 膝盖砸晕了一个手里拿刀的混混 他一声大喝 双臂一震 浩然真气从双手涌出 他就像是一辆坦克一样 向前横冲直撞 强大的浩然真气 在他跟前形成一道透明的气墙 他所到之处 惨叫声不断 透明的光迹 把他身边的混混撞得东倒西歪的 叶浩轩心中豪气渐生 许久来的隐忍 在这瞬间爆发了出来 京城原本就是多事之秋 各路妖魔鬼怪 和老不死的都出来完了 现在竟然连这些街头的小混混 也赶上门欺负人了 片刻不到 眼前到了一地 叶浩轩一拳砸飞了一人 那人急速的后跌 又顺道砸到了五六人 叶浩轩站在地上 威风凛凛 犹如战神一般 一时间那些手里拿着家伙的小混混 越越浴室 竟然没有人敢上前去了 开玩笑 他们只是混黑的好不好 什么时候见过战斗力 如此爆表的人 几十号人瞬间被放倒了一半 谁还敢不知死活地上前去受虐 来啊 怎么不来了 叶浩轩打地正欢 他一巴掌抽飞了离自己最近的那人 然后冷冷地盯着剩下的人 上 砍了这孙子 也不知道谁大叫了一声 一群人又像潮水一样地涌来 叶浩轩大喝一声 迎着这群人扑了上去 真气灌输双全 也不知道砸残了多少人 半个小时以后 地上再也没有能站着的人了 远处围观的人 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 心想 这货是不是被奥特曼附身了 一个人赤手空拳的 砸翻了这么多人 打完了之后 叶浩轩拍拍手 走到李延欣的跟前道 李大小姐 满意了吗 这才像个男人 李延欣站了起来 他感觉到 头晕目眩 一个摇晃 差点倒在地上 叶浩轩连忙扶住他 他走到了那名叫八哥的 大混混跟前 笑盈盈地说 你还要不要炮我 不 不敢 不敢了 八哥心惊胆战地说 他怕了 他被叶浩轩那飞人的战斗力 给吓傻了 心想他手下也就这点人了 还不够对方一个人揍的 这都是什么人啊 记者 这种男人才是老娘喜欢的 你算什么东西 也敢炮老娘 李延欣咯咯一笑 他突然上前一步 又腿猛地踩在了八哥的双腿之间 他脚上穿着一双十几公分的高跟鞋 这一脚下去又毫不留情 八哥一声惨叫 他翻着白眼在地上扭曲了起来 他感觉到双腿间一阵剧烈的疼痛 恐怕某个地方 从此以后废了 好了 该回去了 见闹得差不多了 叶浩轩拉着李延欣 顺手甩出一叠大钞到老板 这是酒钱 还有今天的损失 轻点一下 如果不够的话 明天到曙光医院去要 够 够了 你是医生 你是叶医生 直到现在 下傻在当场的店老板 这才认出来叶浩轩来 他的话音一落 旁边传来一阵惊呼声 这是医生 这竟然是叶浩轩 天啊 真的是他 好厉害 一个人能打这么多 我 对我说 这种人能打这么多 养浩轩